大家好 今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本土新增的案例是16936 比昨天仍然是增加12% 目前看起來本土病例仍然是持續增加震温之中 境外輸入是149例 到目前為止統計的確診人數裡面 還是絕大部分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佔99.7% 今天有增加6個重症 包含這個死亡的一共是6個 那依據統計能量是高齡沒有打蠻疫苗 以及合併有慢性病的危機多 所以說對於還沒有打疫苗的還是提醒相親 還是要把疫苗打好打嘛 那有慢性病的患者要特別謹慎提高警覺 所以要落實防疫情生活 要戴口罩請洗手避免群聚避免感染 那有慢性病的風險 得重症的風險能量是比較高 那我們地區今天增加的確診病例是有7例 那7例裡面有2例是居隔陰轉癢 所以說已經在居隔對攝取影響是少的 另外有3例是在部隊一個單位裡面的群聚 那很快的昨天我們也完成疫苗居隔 那都已經寬列隔離 那有3例的群聚 那另外新增的2例是1例是剛從台灣回來 1例是在做清潔工作 那我們也完成疫苗寬列傾銷 以及居隔都做好相關的疫苗以及訪務措施 以減少對社區的感染 那目前在地區列管的案例 目前還有32例2例在台灣 在本地的有30例 其中有28例是在居家照護之中 有2例在醫院的隔離病房 那已經康復轉移出院的有41例 那今天又增加1例 一共有11例 那目前在居家照護 以及隔離病房照護的所有患者 目前狀況都很穩定 所有的監測、生理素質、血氧程度都很正常 這是今天的一些地區的疫情狀況 昨天晚上我特別跟指揮官做了一些充分的討論 就是我們部隊的一個管理 會特別的加強 特別是如果刀修出去的行為 也加以管制 其實風險最高的能然是劇場 或者是封閉的場所 卡拉OK、玩卡 這樣子的場所風險能量最高 那我們會加強這些場所的一個步道 傾銷 以及要注意相關的防疫措施 那也要就是提醒大家 盡量減少劇場 或者是去卡拉OK 或者去玩卡 這個都是風險比較高的地區 有至少早晚兩次的一個傾銷 那有關櫃檯的部分 我是要求他們就是常常不要 一段時間就是要做一個消毒 那櫃檯人員 櫃檯人員要特別注意自己的一個保護措施 一定要戴好口罩常常洗手 這些風險比較高的 希望大家落實就是降低這個風險 那我想未來就是台灣的疫情 我相信能量會持續的增加 預估會來 當然每天會到五萬到四萬之間 那我們地區每天都有幾個案例 我們希望說能夠控制在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避免擴散 那依照目前的模式 我們整體的疫苗速度都非常的快 那時間都快略的很快 就減少擴散的機會 這個部分大家仍然要繼續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如果有些患性病人症狀六肺 他到時候可能院長這邊就來皮膚很安 已經收縮病人了 我還要來祝愿我們來比賽 好 但是我們就是先做 可能還要等一兩天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等 就要等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就趕快就先做 就先做 好 之後還有這邊有沒有什麼事 就聽說那個六十二歲的男性 他就是有糖尿病 然後又做過心占支架 然後還有BMI大有三十 所以他我想說因子比較多 所以我們剛剛1點四十之後已經來醫院了 那就是預定要收住使用口 不要五次兩次 那昨天的新增的個案部分 那個小朋友的部分就是 昨天發燒有來急診 那今天早上那個燒也比較有下降 那整體來說他發燒的時候 家屬是覺得燒的時候精神 跟食慾狀況都沒有什麼任何的改變 所以就是目前看來還是穩定的 那另外就是藥物的部分 那瑞德西韋的部分就是現在已經有 在我們兩人被您用完了 那中央有再補過四人份給我們 那其他的藥物 在那個口腐藥物還有二十人份 那我們申請了一百八十分 就是跟他們通知社會 會再介紹一程報告 是 好 現在院口腐藥 因為他有慢性病支架 然後他院的藥裡面的 drug interaction也沒有什麼關係 會在他 就再注入一個看 就說 Arrest me 跟看片間那樣 Hoffice那些也是有影響 所以就是會再看一下用 是是 好 再注意看一下 可能早一點院牙效果會好 就前幾天用 他的效果會更好 如果可以用 就是及早及早用 那目前就是有確診 跟有居隔人員的急需 那我目前都是 我們要求他們就是執行不出 人員就是暫停摩托三日 這樣子 那你們的快三事情還夠嗎 嗯 稍微有點 目前還是 目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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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滿足需求 還是 因為我們還是持續在 你們部隊回來第一天還是做快三 對對對我們今天我們每天在機場 跟港口的部分都還是持續有做快三 好 那因為我們自己這邊的 政府體系 那邊也是中央一次有 去 是 這種部分 所以目前的話 你自己 最好就是 第一天塞 第三天再塞一次 因為他的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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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 政策去推動 就是我們盡量 寬列組 就是 避免疫情擴散 那 也要特別提醒 就是家裡有 長者 或者家裡有小朋友的 要特別 落實自己的 反疫情生活 盡量避免群聚 那 聚餐 然後 那個 餐會 就是 封閉場所 像卡拉OK 玩卡 那是高貢獻的場所 就盡量 避免 然後 接觸 遊客比較多的 行業 也是 要常常 保持手部的清潔 要 口罩 要戴好 當然 盡量減少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特別是陌生的 我想 這一個部分 比其他的任何都重要 當然 沒有打滿疫苗 還是要趕快 打好疫苗 那我相信 就是 隨著這個時間 台灣的疫情會增加 到高點 再下來 整個 會趨於穩定 那希望那個時候就是 慢慢會開始 朝解封的方向來 來走